第一個它影響對整個必需脂肪酸的代謝 會阻礙我們人體的細胞膜跟荷爾蒙合成的製造 然後呢它會提高血液中低密度的膽固醇 現在大家健康知識都很厲害 低密度呢就是壞的膽固醇 高密度是好的膽固醇 它會讓你壞的膽固醇變多 讓你好的膽固醇變少 然後三酸甘油脂也會增加 讓你的血管硬化 哥本哈根大學他的研究是講說 如果反式脂肪攝取過多的話 會導致於罹患缺血性的心臟疾病的這個風險 會增加兩倍到十倍以上 新生兒如果說反式脂肪過量的話呢 會導致他的體重過輕 再來呢會誘發所謂的氣喘 過敏糖尿病以及腦部病變 再來如果你是糖尿病患的話 你攝取過多的反式脂肪 會很多的併發症 會增加四倍的機率 也會導致大腸癌的罹患率增加 哈佛大學的研究是說 會增加停經後女性體內的磁激素 乳癌的風險也會增加 剛剛主任您有談到 另外也有研究講說 不孕症的機率也會增加 到底反式脂肪跟癌症跟心血管 跟其他疾病 我們現在能夠證實他的關聯性的疾病 有哪一些 其實現在就是說 像這些反式脂肪最大的問題 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會造成心血管上面 堆積的問題 那這堆積以後呢 就會造成血管狹窄 那狹窄以後就有一些後續的問題 那有關癌症的問題 那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像跟脂肪會有相關性的 跟體重增加會有相關的 就是乳癌和大腸直腸癌 那大腸直腸癌 這幾年也是一直在成長 像到去年來講 就已經是所有癌症的第一名 那還有一個乳癌 乳癌剛剛有提到的是 近七八年成長老輩 那還有就是說 這些癌症患者的 存活時間還有存活率呢 其實跟他的生活習慣 還有就是說 我們過去幾年裡面 大家的生活 吃的東西啦 吃的是不是健康也有影響 像譬如說我們在照顧癌症患者 那他中間呢 如果我們幫他癌症控制很好 他一樣會得到心臟血管疾病 會有高血壓或糖尿病 一樣會有可能會 吸肌梗塞死亡 那我前幾天去 回顧了一個癌症存活的一個數據 1985年到1990年 肺癌的病患 5年的存活率 我剛剛講1985到1990 剛好5年對不對 是 20% 5年 可是呢我看2002年到2006到2007年 5年的存活只剩下10% 那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時代在進步 為什麼5年的存活是下降的 沒錯 所以有可能是 為什麼是下降 當然第一個 當年的診斷的技術是不太一樣 第二個當年看病的病人 是不是都只有經濟狀況比較好 因為那時候沒有健保 那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人啊 因為活得比較久 所以得到肺癌的年紀也變大 所以他存活時間沒有比較更久 那還有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吃得很好 有可能那個肺癌患者呢 他中間得到心臟血管疾病 心肌梗塞 譬如說第三年的時候 突然心肌梗塞 結果並不是因為死於肺癌 而死於心臟血管疾病 所以呢很有趣的就是說 當我看到這樣的數據的時候 為什麼這20年來 反而肺癌患者的存活 5年存活是下降 而且還下降一半 那我想最大的一個影響 除了這個醫療 醫療進步應該是讓存活率上升 而不是下降 所以最大的問題應該是 大家的生活習慣 還有大家的飲食 是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好好談一下 反式脂肪 飽和脂肪 跟我們整個身體健康之間的關聯性 休息一下 你見過死神 好的 其實 我看過死神少女 穿著一身黑 頭髮很長 每一次出現的時候 總是只有半張臉 你好 你看的到我 其實 是有人跟自己過不去的 他只會把他被釁識了 你不覺得這裡 充滿死亡的叽 impacto嗎 先把他带走吧 欢迎回到有话好说 今天谈的是反式脂肪 当然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个题目 可是在几年前 大家听都没听过 什么叫做反式脂肪 现在反式脂肪被医学证实说 包括跟癌症跟心血管疾病 跟过敏的这些体质 比如说皮肤病气喘等等 他都有直接的关联性 可是反式脂肪究竟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预防 我们能如何了解一下 反式脂肪吃太多 究竟跟刚刚我们谈的心血管跟癌症 或者是会不会诱发 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李医师你怎么看反式脂肪 我想两年前有一个很大的研究 将近两万个 还没有停经 就是还可以生产的这些妇女 然后去做一个前瞻性的研究 如果他们每一个人 这些人每天都吃所谓的反式脂肪酸 超过两百分之 这样一个情况下来 做一个统计 他会增加 这个我当初看到这个统计 我觉得这么差这么多 他增加70%的 所谓不运症的机会 甚至中间有人增加到100多% 换句话说 如果反式脂肪酸超过两百分之以上 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那也有很多研究已经认为 都是大规模研究 都是两万个以上的研究 认为 摄物线癌 刚刚是讲的女人嘛 我认证的问题 男人的摄物线癌也会增加 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也五十岁了 我们都开始讲 阿滋海默症 我妈妈也实在是海默症 那这中间已经很多人认为 如果反式脂肪酸吃多 而且是超过两百分之以上 也会增加阿滋海默症的这个几率 是是是 可是吴老师我要请教你 然后现在大家都会去看 可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 是不是整个我们标示制度 出现了两个非常非常大的漏洞 一个漏洞是说 这些呢 刚刚我们在桌子上摆了一大堆食品呢 现在政府法令规定 你就是要标示 包括你的热量啊 钠含量啊 反式脂肪 饱和脂肪的含量 这个大家都有做 可是中间呢 是说如果你一百公克 或是一百毫升的含量 没有超过零点三公克的 这个反式脂肪的话 你可以标零 他说如果你是零点二九 你也可以标零 这是合法的 这是一个大漏洞 第二个大漏洞 刚刚我们也谈到 你去菜池啊 去西点面包店买胖 买贵两股啦 路边还是说你去外面吃外食啦 吃一个冰淇淋 这些东西 他完全都没标示 你又怎么知道 反式脂肪含量是多少 我们来看看 国内外对于反式脂肪的 这些规定 丹麦从2003年 七年前呢 就规定 所有的食品呢 他整个含脂肪量呢 这个反式脂肪不得超过百分之二 七年前 丹麦就已经严格规定 06年美国规定 所有的食品包装 都要清楚标示 反式脂肪的含量 台湾现在也做到了 06年呢肯德基在美国停用反式脂肪这个烹调油 07年 Starbucks在美国也逐步停用反式脂肪 08年纽约的所有餐厅呢 全面都禁用反式脂肪 巴西在今年呢年底说要付含有这个反式脂肪的饮料广告呢 都要加警语 像我们买一分一样 烟你就要说那个食品过量有爱健康呢 你这些饮料呢 也要说这个东西吃多了有爱你的健康 台湾怎么做 台湾在08年的时候呢 食品包装政府规定都要标示反式脂肪的含量 可是中间有一个很奇怪 大家会搞不懂 为什么政府可以规定说每100公克的固体 或者是每100毫升的液体 如果你的反式脂肪含量没有超过0.3公克的话 那么你可以标0 大家就想说我吃多不是我吃了 我们来看看台湾整个食品标示 究竟有什么样的严重漏洞 在卖场里挑东西 仔细看看包装上的成分标示 想知道这些产品究竟有些什么内容 而看到这些油炸过的饼干 泡面以及奶油球 包装上的营养标示反式脂肪都为0 吃下去应该可以安心吧 但大家因为安心的食物 现在却传出不少业者标示不实 消费者根本就被骗了 反式脂肪它主要就是对胆固醇的一个影响 在一些研究上面有发现到 反式脂肪吃得多的时候 血胆固醇是会上升的 反式脂肪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营养师就提醒 如果食物中还有氢化植物油 酥油 奶油或是人造奶油 通常这些反式脂肪含量会特别高 而根据美国研究的建议量 如果以成年人一天摄取 2000大卡的热量来计算 反式脂肪的容许量大约占1% 也就是2公克 若超出这个范围 引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增加2成到2成5 目前美国营养标示的制度里面 是每100克的产品 只要低于0.5都可以标示0 那我们是0.3 卫生署表示依照规定 每100公克食品 反式脂肪含量在0.3公克以下 可以标示为0 但现在外界有疑虑 会含请各地卫生局加强击查 若违反规定将依法 处业者3到15万元罚还 并现行改善 如果一年内再犯 最终会被废止营业 或工厂登记执照 吴老师我就要请教你了 现在政府已经说 所有的食品 你只要有外包装的 你就要是讲说 你的反式脂肪含量多少 可是他又讲说 只要每100公克的固体 或是每100毫升的液体 你的反式脂肪 没有超过0.3公克的话 你就可以标示0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我们刚讲 它反式脂肪是0 这个东西呢 它是玉米做的 然后又是高温油炸的 它反式脂肪也是0 这个东西呢是原味奶茶 它也说它是0 阿郭欣告 我们真的可以相信它是0吗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政府要弄这么大的一个漏洞 其实这个漏洞主要是 相信就是说 当初在想这原意的是说 很多天然的这个食品食材里面 会有所谓天然的反式脂肪 我刚刚一直在提的 这个唯一可能产生的就是 Methnic Acid Methnic Acid 那这样的一个酸 这样的一个酸 它天然界会存在 所以你因为有这样的存在 所以不能够判断说 到底原来在食物里面的东西 是我们人为加进去的 还是天然食材里面有的 但是其实来讲 这不是很严谨的一个标识的做法 你如果要标识 你要标识说它实际上有多少 那它这个加进去的反式脂肪 是你后天人为所造成的呢 还是先天你本身的蜂蜂蜂 那如果是你先天的我可以接受 所以你变成要有一个检查的办法 你能够辨识说它是先天的 这个反式脂肪 还是后天再加进去的 所以就变成你要能够对脂肪 做我们所谓在检验上面的 做所谓的真正你要去做speciation 你要能够把那脂肪酸的这个物种给确定出来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说 政府需要有一个好的检查脂肪酸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你如果要容许天然的脂肪酸存在的时候 那你容许天然的这个部分 因为大部分大部分我们的这个脂肪酸都是属于顺势的 我们叫Cist 唯一会产生Trans比较担心的就是Vacinic Acid Vacinic Acid这个方法检验的方法你把它确认下来 我只要检查说你的反式脂肪是属于Vacinic Acid no problem ok 给你过不要紧 所以这个是政府要要做的 要不然他可能讲说我这里面是天然的 我就我就是把你标成零 因为天然不是我故意加进去 我故意加进要来害人家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因为反式脂肪 我刚刚一直强调嘛 你吃多了之后身体会累积 累积了之后呢 很多毒性的物质也配合他累积进来啦 因为他是一个储存库嘛 你身体就产生各式各样的病 甚至产生Cancer这样的这个物种出来嘛 对吧那会让我们担心的这个情况嘛 那虽然这样的检查方法很困难 但是还是做得到的 美国呢大概有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胖子嘛 我们过去有很多生活的习惯是仿造美国了 包括我们的食品药物管理办法常会仿造美国 但是呢常常是落伍的 美国最近是因为那个鸡蛋里面 含有这个所谓的沙门氏菌 开始全面要改造他们食品安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规 那我们过去学他没有学成 反而有一点点没学成就做得不太好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办法好好再做相关的检讨嘛 但是呢一个很重要的 我刚刚说脂肪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们需要的 真的有些好的脂肪 特别是这个不好的不饱和的脂肪 或是多元或单元的都没关系 我们还是需要那些东西 如果我们因为这样 而让大家不敢去吃很多 有其他好的脂肪酸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就是罪过了 这个产生的病会更多 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力 你的细胞的这个重新再生恢复的这个能力都会受影响 我刚刚讲了 那plastic gland里面有八九种都是靠 我们所说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去做后续的合成的 是如果大家因为这样哇 这东西有这个油 那东西有油 大家不要吃这个也是会影响大家 所以换句话说 你完全不认同政府现在这个规定 就是说每百公克的固体 或是每百毫升的液体 只要不超过零点三 然后整个就可以飙零 而应该是说 好也许你天然的凡是脂肪 ok 对人体伤害不大 可是如果是人工的这种对人体伤害很大 要有交代 你有就是有不能说是 我要提醒一下 刚才有两个三个产品当中有两个产品是没有 没有不是乳制品 是他应该不是乳 那个butter应该不是 只有这个这个原味奶 有有有含有奶 还有这个不是乳制品 他应该不是 所以应该没有没有那个刚才吴教授讲的那个问题 他应该就是我讲的 他为什么会零的原因是因为他去 他有可能全部变爆 ok 对他所以就没有反式脂肪 不代表我说没有反式脂肪 他也许真的没有 你去检视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乳制品 那所以说他是全部变饱和了 所以我们在重视反式脂肪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看这种 一样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一样不好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要那个很诚恳的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讲说 以后你去买东西 要看清楚整个营养标示 第一个热量要看清楚 不过很重要是单位 他有的是每份 还有是每包装 还有是每毫升要看清楚 他有的每份 他可能这个可能是十几份 所以这个都要看清楚 单位先看清楚 再来热量看清楚 再来呢 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 都要看清楚 那也要看清楚 可是徐主任我要请教你 刚刚我们谈到说 食品标示有两个漏洞 一个就是这个 他只要不超过0.3公克的 这个反式脂肪呢 他就可以标零 所以大家会混淆 刚吴老师也谈到说 反式脂肪是会累积的 你今天过量 明天过量 后天过量 你身体就排不出去 就会导致很大的身体的疾病 另外一个 我们去菜市场去西点面包店 买面包 买蛋糕 买小饼干 这些散装的都没有标示 那怎么办 就不吃吗 对 那我们 其实整个整体的保护脂肪酸 是跟我们的慢性病 和癌症是有关系的 可以讲说 那个脂肪不是都是坏的 是 那我们 可是我们对于目前为止 我们说低油低油 不是让你到不吃油 只是我们的现况 我们的脂肪现在摄取太多 是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希望说 整体好的饮食 希望我们的占热量不要在25%左右 是 那不要超过30% 可是我们的现况 已经超过35%到40%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普遍的人都吃碳油了 那碳油当中 饱和脂肪又在比较多数 所以饱和脂肪 我们说凡是脂肪 我比较希望说 大家在看待凡是脂肪 要怎么样看 要两个加起来看 凡是脂肪加饱和脂肪 所以当你凡是脂肪变少 你看那饱和脂肪是变多的 所以在选择上 我们只要是高温烘焙的食物 基本上要少吃 那这类食物大概是什么呢 事实上我们把食物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人体需要的 如果用英文字叫knit 他不吃不行 你不吃的话 你就会缺乏营养 另外一个是休闲饮食 是want 虽然你也是想要 它满足心理需求 可是你不吃绝对不会怎么样 那我们都认为说 口感是从小培养的 如果一个环境因素 你不提供孩子就不会吃 所以我们就以素食来讲 没有素食的环境 他不会想要吃素食 没有饮料的环境 他会以白海水作为所谓 那个饮料来 就是可能会喝水 而不是喝寒糖饮料 是 所以对孩子来讲 环境的营造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父母可以怎么做 我是提出这个四步 不主动提供 不主动提供 那不在孩子面前吃 因为父母可能养成这个奇怪 可是父母很嘴残 可是至少不要在孩子面前吃 因为可能对父母是一个示范作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家里不放 学校不卖 OK 那还有一个步就比较特别了 不拒绝不禁止 孩子要吃我们是提供的 因为如果你一定说 这不可以吃 这是禁止 事实上孩子会产生反效果 可是你给孩子的时候 在量上要有所节制 是 孩子如果要你是给他的 因为食物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享受 是 所以说这四步原则 我们希望说 如果今天只要做到的话 孩子其实在口感 那个饮食行为的培养上 就会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您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证据 我想我在这个我们看诊的时候 常常碰到很多妈妈说 我的小朋友都不吃蔬菜水果 都不吃无辜的 他就喜欢吃肉 他就喜欢吃这些零食等等 事实上我常常想起我们家乡 那个爸爸妈妈讲的 我倒腰就是最好的 我倒腰就是最好的料 就是说 某个小肚 像我们现在在推行周一无肉日 我们癌症基金会 在希望能够多吃蔬菜水果 常常我们希望爸爸妈妈要以身作则 像我们拜扬 我们家都没吃肉 那你在肚子 小朋友肚子饿的时候 蔬菜水果先上来 你把蔬菜水果烹掉的很好吃 我相信积极的方向 还是要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鼓励我们大人 要能够多吃蔬菜水果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 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到底什么是反噬脂肪 你对反噬脂肪的疑问跟看法 我们先欢迎云林的黄太太 你好 黄太太 好 请说 对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应该要为我们人民把关 是 是 就是 在这个进口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有关的单位 来 来制止 是 并且呢 我觉得像我们类似这种那么好的 这个公司的这个节目 应该要常常有一些营养师啊 或是医生啊 是 常常来教导我们 就是每日饮食啊 或者是有一些有害的啊 或者是比较有益健康的东西 来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固然是外行没有学过医学或营养嘛 那我们这些要怎么知道 我觉得要这些专家来指导我们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 可以有 对我们有帮助 好 谢谢啊 每个礼拜三我们都会谈这个题目 也欢迎你准时收看 新竹的廖先生你好 你好 请说 在座那边请问一下 我现在有 心血管疾病 那个心脏 心脏还有那个高血压这样 请问一下 那早晨如果吃那个 那个土司 巧克力土司这样 还有那个 毅力康加燕麦片这样 有 会不会对那些 有那个 是 是不是有比较好一点 好好谢谢 谢谢廖先生 台北的刘小姐你好 刘小姐 刘小姐 喂 请说 我是看了节目之后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食品越来越就是素食化 西化 那也造成说我们的文明病的现象就是也年轻化 浪费了国家很多医疗资源 那我觉得像这种有关于就是跟每个国民有关的知识 我建议说比较进入的教育的教材 就是教学现场地线 让孩子去知道说这些东西吃进于对我们自己身体的影响 而不是说我们大人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因为这样很主观 没错 对而且毕竟就是你真的有在更新吸收知识的家长 不是每个家长都这样 很多家长晚上都在做生意或做什么 是 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这些对每个国民有帮助的知识 进入了教育教材 我相信会对国家的资源 或者是一些医疗的那个节约有很大的帮助 是没错没错我们欢迎中立的李先生 李先生 喂 请说 可以了 喂 请说 喂你好 我想请问那个刚刚说凡是脂肪它没有办法排出去 那我们要怎么去降低这个部分 是 好就这个问题 吴老师怎么降低 我吃下去要怎么 这个要降低 要降低的话就会比较大 这个困难 因为它会囤积嘛 那这个部分跟刚刚这个代医师讲有关系 我们人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你身体要代谢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会中重要的因素就是生活习惯 你有没有运动 在我们身体运动的时候 我们身体运动会产生一些很特殊的蛋白质 实际上就是这个类似我们的运输 运输机运输车 会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呢 运送到我们可以分解的这个器官 包括细胞里面 应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把它分解掉 但是举个例子来说很明显一个蛋白质 叫做Carnatin 这个东西就是负责运送这些有毒物质 到我们身体进行分解的 但是你不运动 你身体就不会有那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产生来运送这些有毒的物质 但是这些你又要定期的运动 为什么呢 像Carnatin这种东西是你定期的时候 运动它会产生 那过一阵子在你身体里面被代谢掉 它量就降降了 你必须要在持续在运动它才会起来 所以生活习惯变成是一个很重要 并不是只有你饮食 是 比如说有很多生病人 特别令人担心说 他已经生病他已经卧床了 他运动的机会自然减少 这常常会加剧他病情 是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那不能只吃而已 为什么要丁重 要多重 而且要定期 去做运动 再是办法 喝水不好 喝水都不好 为什么呢 水本身是我们新陈代谢的原料 完料 你没水你就没办法去新陈代谢 一时暗时都需要水 你不能说我睡在那儿 我就没需要水 你在睡的时候还有新陈代谢 你睡你不是死去 所以你还是需要水分 所以这是很重要 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 所以三个方式 就是如果你担心反食脂肪 第一个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了 你进来的量就要控制住 第二个喝水 更重要是运动 这个是最有方法 但主任刚刚有谈到 其实我觉得那个廖先生 真正想问的是说 心血管疾病的病患 饮食到底怎么办 他举了很清楚的例子 一夹吐司 又夹巧克力酱 然后刚刚说益力康 我不太清楚 那是什么 这样的饮食 会不会增加 他心血管疾病复发的风险 如果说去算他 总热量的话 光吃吐司面包 还有其他的东西 总热量上不是太多的话 应该是不会加重他心血管的问题 是 最重要的 刚刚吴教授 还有林医师 还有徐竹林有讲到 就是 其实我们 接下来还是最重要的 是摄取的问题 第一个 饱和脂肪酸 是不是不要摄取太多 第二个水 当然要多喝 第三个运动 还是要做 如果说这方面 都能够做好的话 其实我们身体 就会比较好 那对于这个 已经有得到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如果他能够遵照这几个方向 他可能血管会比较畅通 比较畅通 当然这个心血管疾病再恶化的机会 就会比较小 是是是 不过我们绝对同意那个教育的部分 可是徐竹林我要请教你 我们可不可以更具体的 跟所有的民众讲清楚 用油的正确观念好不好 您刚一直谈到 反式脂肪酸跟饱和脂肪 一定要放在一起看 这两个都是不好的 你不能只看说反式脂肪 如果那个变少了 结果他饱和脂肪变多了 对你的伤害一样很大 我们来介绍一下 饱和脂肪 包括猪油奶油牛油野脂油 中里油等等的 这种东西呢 也可以凉拌也可以耐高温 可是你如果吃太多 对你的心血管非常非常不好 真的不建议你长期单独使用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呢所谓的单元性不饱和脂肪酸 包括橄榄油苦茶油芝麻油 这个你可以拿来凉拌 拿来煎炒煮 但是就不能拿来油炸 因为它不稳定 还有一个呢叫多元性的不饱和脂肪酸 像是玉米油 黄豆油葵花油葡萄籽油等等 你也可以拿来凉拌煎炒煮 但是就是不能拿来油炸 到底一般家庭主妇在家里用油要怎么用 我觉得主持人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想我自己在看事情的时候 倒是要看 因为我在我们在说我们普遍的人都吃油脂太多了 普遍来讲 那所以我在分什么饱和不饱和什么多元不合 我自己比较喜欢分看得见看不见 因为我们都不会吃那个看得见的油 对不对 大家喝油很恶心吧 当然 对 那所以没有人在喝油 可是我们会吃很多看不见的油 尤其像喝管 刚刚提的其实我们只多吃蔬果之外 我们要多吃全骨 在这一块 是 全骨 刚刚有位心血管疾病的 其实它这个 其实是最远的 还要 十点全记录